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大叔送了山腰吉米粥 他很喜欢 晚上给他准备了鲫鱼青菜人参汤饱 谢谢 谢谢 下班了 来吧 黄总 他还没走呢 他不走 我走了 好 董总 有时间聊聊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那现在不急不急 您忙您的啊 我明天还来呢 电梯到了 慢走啊 谢谢您的时间 您可以回来 我们会回来 接下来 好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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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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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姿 老板 是 但你也有很好的研究 你应该在一个更大的公司的职业 我要是能找到好工作 我来你这儿干嘛 对不起 老师 我不明白中国 来 宝贝 马上就到家了啊 坚持一下 快走两步 宝贝 马上就到了 妈 你看妈妈手里面这么多东西 怎么帮你啊 咱马上就到家了 我不要索了 这儿要帮忙 我的孩子呀 好 帮帮 一 二 三 妈妈先把你送上去 给你呀 妈妈在这里拿东西啊 好 好了 到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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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叔 你怎么才来呀 今天特别给你做了牛肉羹 这牛肉羹给你提升免疫力 补充办法吃 怎么样 牛肉羹还合胃口吗 合胃口 合胃口 你这手艺是真好 这几天把我这胃都给吃开了 您吃得开心最重要 你贵姓 叫什么名啊 都还没跟您自我介绍 我姓石 叫石天东 叫我小石就好 小石 留个电话呗 对 以后我想吃什么 我就给你打电话 太好了 来 这我名片 上面有我电话 食婚者 我 我们店就叫石婚者 合胃 我再看 细节可以商量 报价不能变 我修改了三处地方 你让刘律师再看一眼 好吧 好 我给你发了去 小王 帮忙加点咖啡呗 好的 你这鞋好看呗 网购的 一会儿把链接发给我啊 好 好了 进来 没事 小刘 吃过饭没 吃了 还没走 不但没走 还在货客厅办公 办公 这个人 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哪 早就听说这个人据 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是啊 两天了 他还自备午餐 渴了就要咖啡喝 洪总 您要是不见他 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好 叫他进来吧 洪总 轻点 您玩什么呢 纸牌窝啊 这么高气 这好玩吗 好玩吗 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开心 是 是 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 在我们的会合区域里办公 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 要不要再起杯咖啡啊 不用不用 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 给我来杯橙汁啊 小刘 谢谢啊 好 你这个人可真行啊 真是让我开眼 我真是天生无间弯 你要是走吧 我是不会跟一个 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没关系 我有耐心等的 冰总啊 你看咱们都是 有头有脸的 有身份的人对吧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 太过分了吧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 我说你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 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是啊 别说您叫保安了 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 那我出来了 我还一样得来找你 真的 洪总 您要不接受我道歉 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 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咱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 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 是 是你先失信与我 大破了这种平衡 那还怎么合作呀 洪总 我倒觉得吧 咱们两家的合作 就像您的纸牌屋 虽然看着 稍有无顺就会功亏一篑 但只要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可以让它 重回稳固 能吃辣吗 来 洪总 咱俩干一杯 不好意思 我低就不沾 上回爽约 不管任何的原因 都是我的过错 我先自罚一杯 这次来呢 我不单是赔罪 还是想跟您聊聊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 我们仲城集团的销售能力 您是了解的 如果再有红氏集团的助力 你知道我为什么 带你来吃这家店吗 这可是全成都最有名的火锅店 是吗 来了成都 你如果不来这家店吃火锅 那你等于白来了 那我今天太有口福了 尝尝这个 麻辣兔头 他们家最拿手的 吃起来很过瘾的 是吗 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卖像一般啊 是吗 属兔的 没有 不是 没吃过 真没吃过 是啊 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 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 别浪费了 给我吧 哪有 能吃 全国人民都能吃串餐 我也不例外啊 我还以为你们讲究惯了呢 吃不了这种东西 白开了 是干净点啊 眼睛 脑子都能吃 不爱 怪你 对了 洪总 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 市场的利润分成 我大概勾算了一下 您可以看一眼 你看 锅开了 咱们赶紧吃吧 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好 别客气啊 我怕你不能吃辣 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这是微辣 来来来 涮点牙肠 这个涮牙肠啊 最讲究火候了 稍微一烫就能吃 否则呢 时间久了就会老了 影响它的口感 好嘞 谢谢 谢谢洪总 来 尝一尝 好吃 好吃 你刚才说要给我看什么 太辣了 我喝口水 明总 吃不了辣就别勉强 别逞能 谁说的 你看你吃得这么不开心 传出去还以为我是 找来不周呢 特别好吃 特别开心 我刚才是说 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 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 您可以看一看 陈明总 我们吃饭不谈工作 好吧 我们成都人向来是 吃饭是吃饭 工作是工作 我建议你啊 也向我们成都人好好学学 不要整天工作工作的 要学着享受生活嘛 那是你们老板的想法 我们这些打工的 要不努力工作哪有生活啊 这些 洪总 我知道现在想跟您谈合作的 不止我们这一家 但我还是想恳请您 认真考虑一下李毕 关于西南市场的开发计划 确实是仲诚先提出来的 刘金就是盲目跟风而已 你是刚到城东吗 我都等您好几天了 是吗 您太忙了 那您又没有出去好好转转的 我建议你出去好好逛逛 偷偷耳朵 搓搓麻 看看变点什么的 好好感受感受 我们天赋之国的氛围 好好玩玩 我真不是来玩的 我是来道歉的 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过错 断送了两家的合作 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您说呢 老蒙能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啊 真是他的福分 明总啊 有没有考虑过 你干脆来我们红市上班吧 我保证给你最好的条件 你就别拿我打岔 我真是来表达合作诚意的 那你让我五个点 那你给我谈什么呀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力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哄总 您等会儿 好 啊 这杯酒 代表了众成 跟您合作的诚意和决心 明总啊 这顿饭吃得不安逸啊 妈 妈 她们很生意 杀得复生败 西沙里地与众生 护生败 出来了 衣服 决定 决定 沙里地与众生败 决定 沙里地与众生败 睡 姐姐本人 不理啊妈 死死的她 非识啊 睡睡觉 睡觉 睡觉 婴儿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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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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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宇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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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谁啊 大叔 我小时啊 给您送饭 小时啊 小 小 小时 你 你开不开门是吗 我 开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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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啊 您没事吧 有事啊 有事 快进来 快进来小时 别换钱了 别换钱了快 这门怎么一样掉下来了 差点没砸死我 这个 拴子掉了 大叔 你们家有没有工具箱啊 工具箱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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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个是 这个 大叔 有没有这种内六方啊 内六方 这种内的六角扳手 你家里的工具都在这儿呢 要不我下去买吧 那我去吧 我去吧 这 这 楼下有个五金店 我认识 你 你在这儿稍等会儿啊 小时啊 差点没砸死我呀 你可得给修好了啊 要不他们回来我都没法交代了 慢点啊 大叔 好 刘总 怎么没进去啊 等人 往那边 再出来一点 再往那边一点 靠近窗户 靠近窗户 我窗帘怎么拉呀 我来一个 好 好 把 那两个调个个儿 好的 好的 可以了 可以了 师父 还知道我是你师父啊 你去找红种干什么 我想你补过失 那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让我好好休息 红总的事情别管了 但是 但是什么 我现在说的话也不听了 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不是 原本呢 我跟红总约好了 我们后天要到大西地去打个球 我顺便把那个合同重新谈一次 你这一去 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掉了 球不用打了 合约也不用谈了 大姐 你替我省了机票钱 但我得让人家五个百分点 我没答应她 我知道你没答应她 但是你那么一去 就是在示弱 你当红总是谁啊 道个县说声对不起 把自己给灌醉 就解决了 那天我已经亲自接待她了 一两个亿的生意 摆在她面前 她会因为你一个销售不来 而被左右吗 你是怎么了 你没带脑子是不是 师父 我 我真的不想 我不知道你已经 你不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刘金她根本吃不下这个盘子 她说她要跟刘金合作 那是在放烟雾蛋 知道那天我为什么 要请她到公司里面来谈吗 我就是要让她感受一下 我们公司的实力 夜内一直盛传 红总已经放弃跟我们合作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过程 那是我跟她在互相较劲儿 谁都不能表态 谁表态谁就输了 你知道你那么一去 你不是在替我解决问题 你是在 替我竖白旗 告诉她我某某人已经输了 今天早上人家喜滋滋地来跟我谈合约 腰杆可尔印了 直接砍了五个点 我再说 不行不行 那个是我们明总的想法 不算数 我能这样做吗 我错了 师父 对不起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 我的心思你一向最了解的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就跟不上节奏 摸不透我的心思呢 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 不对 你最近的状态不对 你得好好休息一下 从明天开始 你那儿所有的合同 都必须经过我这儿 让我先过一夜 你可算出来了 你可算出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找你有事 你好 你 你谁啊 我 爸 爸 先别误会啊 是这样 门坏了 其实问题不大 就缺一个内溜方 苏大苏去买了 你是物业的 我是给苏大苏送饭的 送饭的你修门啊 你 你饭呢 饭在包里 你拿 没 没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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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用这包送饭啊 那谁让你送的饭 莉莉 我是她朋友 莉莉的朋友 是这样 先生 先生 你先待会儿啊 是不是误会啊 莉莉 你中午给爸交个外卖吗 没有啊 是不是爸肚子饿了 催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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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我再跟你说 你回来了 你没事 太好了 等一下 行 行 我 我要报警 我是双湖小区 A座 301 现在有人入室抢劫 对 入室抢劫 手里面拿着锤子 多吓人 对对对 301 对 301 小时在里边呢 对对对 301 大叔 您回来了 您回来了 回来了 是这样 是这样 现在可能不是入室抢劫 是这样 她是诈骗 她是送餐哪 以送餐为由 诈骗老人 情况就是这样 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你们赶紧来 好 好好好 再见 小时 你别开门 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你都不了解什么情况 我问你 谁点的外卖 行 莉莉 我问她呢 你别说话 行吗 谁点的 说 对啊 莉莉 什么对啊 莉莉 我给莉莉刚打完电话 莉莉根本就没有点过外卖 可怕吗 可不可怕 手里拿点锤子 你以后不要这样 谁都不问 你就让人到家里边来 我问她了 她说是个女的挺漂亮的 对对对对 一个挺漂亮的女的 漂亮多的是 这都是套话 莉莉就没有叫过外卖 那你说还能是谁 莉莉没叫过外卖 她会不会是茗玉啊 怎么可能呢 她怎么知道你拉肚子 就算她知道 你觉得她会干出这种事来吗 不会 不会 不完了吗 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 等警察来了以后 你跟警察说啊 大叔 您儿子 怎么不相信我 您您跟他解释一下吧 我真的不是送外卖的 我是 你是一骗子 我叫石天东 是识婚者汤宝店的 我还识荒者呢 你汤宝 你送汤宝 你拿一番不包送啊 我们店里平时不送外卖的 真的是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行骗的时候是吗 我真的受了你们家人之托 我们什么家人 我们家人就我 我爸还有我媳妇 都没叫过外卖 你真的别说了你这 你老老实在里边待着吧 明昌 你说得对 你说咱们家什么工具没有 他非要把我支出去 让我买这玩意儿 他给我送了三天外卖了 我跟他见了三回 你说他是不是前三回 他就是来摸底儿去了 今儿个他就想动手 你这逻辑是对的 你 你 送三天了才让我知道 你多吓人啊 你人出去了 他要翻着东西他走了 如果没翻着东西呢 你回来怎么办 那我命就没了 对呀 他肯定嚼死你了 警察什么时候到啊 乖了乖了 我告诉你啊 小时 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 你不许乱说乱动 他 大叔 你 你怎么也不相信我了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他是我爸 他必须没相信你啊 哎呀 你不 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你打呀 我 我 我手机忘记带了 朋友 我都笑了 你真有意思 你这 你这低智商犯罪 你知道吗 你别编了 等警察来了以后 你跟警察说清楚吧 好 儿子 我害怕呀 儿子 真害怕 那我可不可以 先借用你们家洗手间啊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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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他现在是因为紧张 他紧张 他要尿 你不让他尿 他尿地上多恶心 他有细菌啊 你去吧 我可以去还不能去啊 可以 那你把马桶盖撩起来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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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回头我打扫 我害怕呀 明车 我害怕 我 我 我有点站不住了 别别别别 待会儿警察来了 多没面子啊吧 你站会儿 站会儿 我 我端会儿行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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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明车 是我的口 来 来 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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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过去了 太可怕了 过去了 过去了 我已经救了爸一条命了 我也吓得够枪了 你们谁报答啊 我报答 来 先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好 对 来 爸 警察来了 来 安静 怎么回事 还是这样 里边有男的 让我给锁屋里边的 连续几天给我爸送饭 问他谁叫的外卖 完全对不上号 所以初步 我认为他是诈骗 警察公知 我想我被人误会了 真的 门打开一切都清楚了 把门打开 来 爸 咱开门了啊 让警察开 咱们躲远点 好 来 您来 来 这 这把钥匙 好 好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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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看来我猜得没错 我们俩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别有风声鹤唳了 这回确实是我的错 你这次去成都找洪总 说到底也是为了公司利益 他老萌凭什么把责任 都往你一个人头上推啊 再说 你还是西南地区的负责人呢 他私底下跟洪总有接触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这个负责人呢 你没想过吗 老萌听信了孙副总的谗言 他不再相信我们俩 你别老把自己老板想得那么弱好吗 他能走到今天 也不可能是那种亲一被别人左右的糊涂人 我当然知道他不糊涂了 我是怕他太精明了 把你我都算计了 你什么意思吧 听线人报 当晚孙蒙大战不像你说的那样 二人并无萧嫣 相反是老蒙做出了账布 你看这两天孙副总在公司里 耀无扬威的样子 你能看明白吗 这回你再帮我判断一下 他说的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我看咱们俩 就剩一条路可以选了 你给纸条明路呗 你别明知故问了行吗 另找新主呗 刘青啊 刘青 别每次听风就是雨了 要真是你反应过度 老蒙反而要置你一个普中 茗玉 我跟你保证 这次没那么简单 你就别执迷不误了行不行 行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喂 哪位 你是苏茗玉是吧 嗯 我是双户街道派出所的 你愿不认识一个叫石天东的人 石天东 他怎么了 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一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你这事不能怪我 你怪谁啊 我好心叫人给你送并号饭 你倒好 我好心叫人给你送并号饭 报警给人抓起来了 真行啊你 不是我报的警 不是我 不是你报的警 谁报的警啊 我报的 怎么了 我报了 你有病啊 你有病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你还好意思说啊 你才管爸几天 就把他管到医院去了 他要不病了 我能找人来送并号饭吗 你弄得清楚行不行 爸病了医生的诊断 是食物中毒导致了腹泻 那是他自己买的鸭脖子吃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爸你跟他说 是不是你自己买的鸭脖子 你这如不说话 你这冤枉我跟莉莉啊 你嚷什么呀 你说爸嚷什么呀 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 你就不能拦着呀 茗玉 你要这么说话 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二嫂 不是我不讲道理 爸要在家吃得好好的 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 你说是吧 行 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 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 他前反过境的